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要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第十讲次 本讲主题是金融选择权市场2 今天的教学目标要介绍选择权市场 与股价指数选择权 接下来我们来看本讲次的课程重点 本讲次的重点包括 1. 选择权市场 2. 选择权市场之交易机制 3. 股价指数选择权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 选择权市场 1973年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 就是CBOE 首先引进了定型化的股票买权 到选择权交易所内来买卖 这个股票的买权 透过这样的定型化的方式交易 让选择权的交易成本 也就是包括了权利金跟手续费 就大幅的降低了 因此交易所内的选择权交易量 迅速的增加 其实在CBOE推出这样的标准化的选择权 7月之前 选择权的垫头市场 已经存在于许多的商业银行 近年来商业银行大力的推展 顾客化的选择权 比如说利率上限CAP 利率下限Flow 以及利率上下限COLOR等 它的交易量成长就十分的迅速 选择权的市场 同时存在着集中市场跟电头市场两种 相对于期货市场 只有集中市场一种 是不太一样的 那由刚刚的比较可以知道 集中市场跟电头市场 最大的差异 是在于交易场所跟交易的方式不一样 像集中市场里面 它是在交易所公开喊价的方式来进行 那在电头市场的话 它是柜台交易 然后双方溢价的方式来进行 另外我们可以知道 集中市场它的合约是标准化的合约 所以除了权利金的价格 是由市场公开喊价决定以外 其他的契约规格都是由交易所做标准化的规定 比如像我们台湾期货交易所推出 股票的选择权 台子的选择权都是 那像电头市场里面 推出的就是顾客化的合约 在电头市场交易的选择权商品 是比较有弹性 它除了权利金价格是买卖双方 溢价来决定以外 其他的契约规格都是可以由买卖双方 依照它的特定需要来量身定做 像刚才介绍的商业银行 大力推展的柜台方式的选择权 像利率上限 利率下限 还有利率上下限 都是算电头市场的选择权 以下我们针对电头市场跟集中市场 它的交易有哪些不一样 比较说明如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电头市场来讲 它主要是买卖双方之间的契约关系 那契约形式就是一种非定型化的契约 就是由双方来规定这些企业的内容 那它的标的资产呢 比较少一点 那主要的顾客化的利率选择权 就是利率上限 利率下限 还有利率上下限 那在交易的场所里面 各个经济商柜台里面交易 刚刚也提到 交易的方式就是用溢价的方式 所以整体来讲 它的市场制度是比较没有完善的市场制度 主要都靠双方的一个约定这样 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集中市场的话 它最大不一样在于契约的形式 它是一个定型化的契约 所以像交割日契约单位 还有报价方式 其实交易所都规定好了 那它的一个标的资产总类就比较多 举凡像股票利率外汇股价指数选择权 都是它的标的资产 那全世界的选择权来讲 那它有一些是在交易所 那跟期货完全都是在交易所 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既然在交易所交易 就是用公开喊价的方式 所以它的市场制度非常的完善 有这个固定的一个结算制度 还有保证金制度 所以由刚刚的比较可以知道 交易所上市的选择权 它最大的优点 它的流动性很高 所以投资人买进来之后 他要嘎平他的部位 也就是像他想要卖掉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去找到交易对手 用合理的价格去承接这样 而且没有信用风险 因为结算机构都会帮你做保证这样子 但是它很大的缺点就是 产品的设计缺乏弹性 因为它的契约规格 交易所都规范好了 那这也正是电头市场选择圈 最大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说这两类的选择圈 它是具有互补的功能 所以同时存在于这两类的市场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重点 就是选择圈市场的交易制度 选择圈的集中市场 主要就是利用结算制度跟保证金制度 那这样子可以防止卖方违约的问题这样 以下我们分别来探讨这样 第一个这个结算的制度是 结算制度的定义是 所有透过集中市场 交易的选择权契约 那一律都要经过结算机构来进行交割 一旦交易完成的时候 结算机构立刻就成为每一个买卖方的对手 简单讲就是结算机构会变成选择权买方 它的卖家 或者我们讲它是卖方的买家 也就是结算机构是它的对手 那结算机构通常有许多体质良好的政院经纪商 成为这个结算会员所组成 那因为结算机构 比较可能会碰到选择权的卖方 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履行契约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买方就是权利 根本没有义务可言 所以结算机构为了保护它本身的权益 它就要求选择权的卖方 一定要缴交保证金这样 这个保证金制度跟期货市场类似 只不过选择权市场跟期货市场 在保证金制度还是有一些的一个差异 第一点呢 期货市场是买卖双方都需要缴交保证金 那选择权市场是只有卖方才需要缴交保证金的 至于这个第二个我们来介绍保证金的制度 保证金制度它产生的原因跟期货市场一样 是为了预防违约风险 同时要维持维护市场的交易秩序 那它的特色就是在选择权的市场中 无论是买权或卖权 买方支付权利金之后 他取得了买进或卖出的权利 但是卖方呢 他赚取权利金 他就必须负担应买或应卖的义务 所以由这边可以知道 选择权只有卖方有义务来履行契约 所以结算机构呢 他只会要求选择权的卖方 要缴存这个保证金 我们来看保证金的定义 是选择权的卖方 取得权利金之后 有履行契约的义务 那为了保证到期能够履行这个义务 所以卖方就必须要支付一定的金额 我们称为保证金 那卖方呢 的一个保证金是采 每日结算的方式来收取 所以各位要了解 卖方缴交的保证金 它是会变动的 那一旦行情的变动呢 让这个保证金的金额不足的时候 卖方就会遭到结算所的追缴 但是买方支付的权利金 却是一笔固定的一个金额 比如说 当股票买权的卖方 他卖出选择权的时候 手中已经持有该股票 并且把这个股票 缴交给经纪商作为履约的承诺 那这时候经纪商其实就没有违约风险 因此他不需要跟卖方收任何的保证金 相反的 假如卖方他卖出股票买权的时候 手中并没有持有该股票 那么他就必须缴交保证金 来作为履约的信用保证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绍 保证金有分哪些类型 保证金通常分为三种 一种是原始保证金 第二个是维持保证金 第三是结算保证金 所谓的原始保证金是 委托人卖出选择权契约 所需要的保证金额度 那维持保证金的定义是 委托人持有部位以后 那保证金最低要维持的 一个额度的一个标准 结算保证金是交易所公告 各合约的原始保证金 跟维持保证金 是以各该合约 它的结算保证金 来当作基准加成来计算的 那这个基准 我们就称为结算的保证金 那各位要了解 保证金的标准 会依照客户的投资形态 譬如你是同时买进卖出 不同的买权跟卖权 或者只是单方买进 那所要缴交的保证金 就会有不一样了 原始保证金的额度的计算 会根据这个选择权 是价内或价外而不相同 原则上是这样子 若选择权处于价内的情况 买权要求行使选择权的 可能性比较大 卖方的风险就较高 所以跟卖方收取的保证金的金额 也比较高 倘若选择权是价外的情况 买方较不可能行使选择权 卖方会遭受损失的风险就比较低 所以我们跟卖方收取的保证金 也比较低一点 台值选择权的保证金 它的寄收方式会依照它的交易策略 或组合策略的风险程度不一样 那会订定不同的保证金金额 那以下我们截入课本 是台值选择权 单一部位保证金的收取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图形上的话 当你买进call或者是买进put 那本身你站在选择权的买方 是不需要缴交保证金的 那当你是站在卖方的话 那你要缴交的保证金的话 是权利金的试价 然后再加上这个Maxima A值减价外值跟B值 就是这两个选大的这样 那它的价外值会根据 你是买权或卖权而不一样 假如是买权的价外值的话 它是履月价减标利指数价格 乘上七月乘数跟零选大的 那假如是卖权的价外值的话 它就是标的指数价格 减掉履月价格 然后乘上七月乘数跟零选大的这样 那台资选择权 它的风险保证金A值跟台资选择权 风险保证金最低值B值 会依齐交所公告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计算这样子 以下我们举课本第150, 115页这样的一个范例 来告诉同学 假设目前台股指数是8700点 依照台资选择权的保证金的计算方式 这时候假如你卖出履月价格8500点一口 那由这个假设资料 履月价格8500点的买权权利金 一口157点 那么买权的期出保证金怎么算呢 好 各位知道履月价格8500点的买权 是处于价内 这是因为标的指数8700 比这个履月价格8500来的高 那它的原始保证金 依以下的市值来计算这样子 原始保证金是等于权利金的市值 再加上A值减价外值跟B值选大的这样 那刚刚同学提过 买权的价外值 是由履月价格减标率指数 价格乘上契约乘数跟0 两者来选大的这样 那从我们刚刚告诉同学 可以知道说 张宁是在因为8500的履月价 然后呢 这一个他买权呢 是处于这个价内 那所以他的价外值就是为0 假设呢 原始保证金A是17000 然后呢这个B值是9000 好那我们等于是说 这个他的价外值是0 所以等于是你要选择17000 减0还有9000两个选大的 那所以因此我们就选17000这样子 所以把它带到原始保证金 就是157乘以50 就是权力金的市值 因为刚刚由题目已知 是157点嘛 那各位要记得要乘上个 契约乘数50 这个是权力金市值的部分 然后再加上刚刚这个17000 就是所谓选A值跟B值的较大支降 就会得到24850 这个就是卖方应缴的一个金额了 接着我们来看股价指数选择权的一个介绍 与股票相关的选择权商品 包括了股票选择权 那它是选择权的标利资产为个别的股票 那第二个呢 股价指数选择权 是选择权的标利资产 为代表市场投资组合的股价指数 比如有美国S&P500指数 日本的日经225的指数 以及英国的FTS100指数 到目前为止 股价指数选择权 仍然是市场上交易最热络的选择权商品 台湾奇交所在2001年12月24号 首度推出台股指数选择权契约 这是第一个交易所的选择权商品 之后在2003年1月20号 又开办了股票选择权 首度上市的一个股票选择权商品 有台积电 联电 南亚 中钢 跟富邦金等无党股票选择权 那也是我国期货市场 首度推出非指数型的一个商品 台资选择权跟股票选择权 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契约的陈述跟交割的方式 在契约陈述来讲 台资选择权的陈述是50元 股票选择权的陈述是2000元 在交割方式来讲 台资选择权是现金交割 而股票选择权就采15交割的陈述方式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跟各位介绍 股价指数选择权的契约规格 标准化的股价指数选择权的契约规格 通常包括了第一个交易标利资产 股价指数是代表股票整体变化的指标 比较著名的股价指数选择权合约 包括了美国S&P500指数选择权 还有日本日经225的指数选择权 以及英国的FTSE100指数选择权 台湾据代表性的股价指数 是台湾证券交易所发行量 加权股价指数 所以台湾期货交易所 就以这个为指数选择权的标的 而设计出台子的买权跟台子的卖权 第二个会规定履约的形态 选择权可以分为美式跟欧式选择权两种 世界各国的股价指数选择权 除了少数的例外 一般来讲股价指数选择权 大多是欧式选择权的 第三个会规定单位契约价值 那是由交易所决定的契约乘数 在乘上选择权的价格指数 就可以得到契约价值了 以台子选择权为例 每一点就相当于50 就是乘数是50元 第四个到期月份 归纳各国的股价指数选择权的到期月份 至少都会提供三个以上的进月契约 另外还有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份 到期的继月契约 倘若交易所提供的到期月份过多 那会使各个契约的流动性个降低 反之假如提供的到期月份太少 那就没办法配合投资人的避险需求 第五个会规定履约价格的间距 履约价格的间距越小 那同时间挂牌交易的选择权 契约序列就越多 这样子就会让交易量分散 就没有流动性了 反之间距越大的话 契约序列就会较少 那可以让投资人选择的履约价格 就会比较少 那我们的间距是随着履约价格高低 到期月份等不相同 就会有不同的设定了 至于像契约的序列 交易所在股价指数选择权 新到期月份契约挂牌时 还有它的存续期间 是以前一营业日标的指数收盘价为基准 一 履约价格兼具 向上向下推出不同的履约价格契约 让投资人来选择 那在履约方式的话 由于股价指数选择权 是以无实体的股价指数为标利资产 在履约的时候 没办法进行实物交割 所以都必须采现金交割的方式 倘若买方因为履约而获利 卖方就要把履约价格 跟到期日结算价格之间的差额 付给买方 以下我们来介绍 在台湾期货交易所买卖的台资选择权 它的契约规格 首先我们看 它的标的是台湾证券交易所 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 那我们中文简称有这个台资选择权 它包括了台资买权跟台资卖权 然后它的履约形态 都是欧式的 只能在到期日去履行权利这样子 契约的陈述 刚刚提到了 每一点新台币50元 然后到期的一个月份的话 是从交易当月起连续三个月份 然后外加三六九十二两个接续的季月 总之就是有五个月份的契约在市场交易 至于履约价格兼具 我们的设计是 履约价格在三千点以上还没有达到一万点的时候 进月契约是一百点 继月契约就两百点 那履约价格在一万点以上的话 进月契约是两百点 继月契约是四百点 至于像契约的序列的话 这个新到期月份契约挂牌 跟契约的存续期间 它是以前一营业日 标利指数收盘价为基准 依照履约价格的兼具 向上跟向下 连续推出不同的履约价格的一个契约 那要满足两个条件 那像进月契约的话 最高跟最低履约价格 是要涵盖基准指数上下15% 那假如连续的两个计月契约的话 最高最低的履约价格 要涵盖基准指数上下20% 也就要幅度比较大一点 那至于像权利金的报价的话 当你报价是在10点到未满50点的话 那它的跳动是0.5点 也就是25元 那假如报价在500点以上 未满1000点的话 它的一个跳动是5点 那报价1000点以上的话 那它的跳动是10点这样 每日涨跌幅还是跟股票一样 是以收盘价的上下7%为限这样子 那最后的一个交易日 我们都是以各该契约交割月份的 第三个星期三 那到期日是一样的 最后的结算价是以在这个当日交易时间 收盘前30分钟内所提供的标例指数的 简单算数平均价来订定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2011年5月份到期的 买权合约它的行情表 那这是从课本摘入出来的 我们只列出履约价格8600点到9600点 之间买权权利金跟成交量 它的行情资料 那在2011年5月12号当天 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收盘价格是9033点68点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其中买权以履约价格9100点 就是稍微有点价外 这样的契约成交量是最高的 它这个达到了95000多口这样 那至于履约价格8600点 它这个买权是属于深度价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最后成交价434点 那记得一点要乘上50块钱 这就是你要付的一个权利金 然后这是买方要付的 那至于像履约价格9600点的话 这样的买权它就属于是价外的 所以它的权利金就比较便宜 各位可以看到就有0.6 那乘以50 那就有3块钱而已 接着我们来看股价指数选择圈 在财务上的用途 那它在股价指数选择圈功能很多 包括了第一个 可以预测大盘涨跌 来进行投机这样子 那投机操作策略是 倘若投资人看涨 台股大盘指数 也就是认为未来多头走势的话 我们就买进台值选择圈的买权 来提高报酬率 倘若投资人看空台股大盘指数 也就是认为它是空头走势的话 记得你还是买进台值选择圈的卖权 第二个 我们可以作为投资组合保险 法人机构可以利用股价指数选择圈 来作为管理投资组合工具 比如像共同基金或退休基金 持有跟类似市场投资组合的 一个股票部位的时候 为了避免股价下跌 让股票现货部位亏损 法人机构会预先买进 股价指数选择圈的卖权 来规避风险 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了 这个选择圈的交易机制 那同学要跟期货市场加以比较 那才会了解这两个之间的差异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选择圈比期货来得困难一点 所以同学要多加的研习这样子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